这里的口收好之后 我们开始来编制个包包的高度 包的方向 取一根新的藤条 我这里第一根是250厘米 我也不知道它需要多少厘米 我先测一下 第一根呢 我们就尽量取长一点 如果你自己编的话 这里呢 估计着啊 留个那么长 留个十厘米左右吧 这个地方呢 我们任意取一个地方 作为开始位置 任意去啊 每圈都是任意去 这个就很随意了 但是取 尽量取这个长的方向上 不要去宽的方向上 宽的方向上呢 因为它条比较少 周围不好 那里容易不稳 我们就取长的任意取一个地方 还是编田子和编着过去 然后我们 从右边的过去也可以 从左边这个过去也可以 看着习惯 我是喜欢这样子转 短的在下 这样转的话 另外 如果你是从那边转着过去呢 你就是长的在下 短的从这里穿进去 第一个田子隔边 还是这样 这下呢 折制一根 一圈的编着过去就行了 注意这种角落里呢 把它多编紧一点 倒入角落里的时候 我们使劲把它 拉紧一些 第一次拉不紧呢 你可以退回去 再拉一次 比如说这里 把它拉紧一些 把它调整的 松了 它不好看 这个和这个 留起注意 编纹一圈后 它是这个样子 这里还剩了两根头子 然后我们把它剪去一截 这个剪长了 我把它剪下来的量一下 看看它有多长 我们下次呢 就少取那么多 差不多是60厘米 那我们下次取的这个 盆条转圈边的长度 是一米九就可以 因为我这个量 是按照这个包取的 让这个包它的 它的调比这个宽 所以得重新试 然后我们来收这两个头子 先把这一根 左边这一根 这样放在里面 放进去 然后右边这一根 把它剪掉一点 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插进去 不要把它这样插出来啊 我们把它往里 往里 你实在不好弄呢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样子放松一点 我们把它往里 弄进去 好 穿进去之后呢 又把这个收紧 然后就两根的在里面了嘛 这样一穿 两根在里面 装过来 它是这样一个形状 这一边从这里面 穿进去 最少穿三个啊 最少穿三个它就稳了 你能多穿自然是好的 好 好 穿进去拉紧 然后把多余的剪掉 这边也一样 从这个地方把它穿进去 就把它藏起来 拉紧 然后把多余的剪掉 穿进去之后 我们就来编第二圈了 第二圈取的那个藤条是一米九的 因为刚才的多了 如果大家用的藤条跟我一样 编法一样的话 大家第一圈也取一米九的就可以 这样就不用浪费了 然后第二圈也是认为去一个地方开头 不过最好不要和第一圈的是同一个点 你错开一点 你可以在这一面 好一模一样的编着去 就这样一圈一圈的编 编纹收尾编纹收尾 收头子 然后编到你想要的高度就可以 后面的动作 编高的这个方向一直都是重复的 这个没有什么讲的了 不过做起来很费时间 大家自己去做就行 按照相同的方法 一圈一圈的编着上去 编到大家想要的高度就可以 我这里是编了十九圈 这个C的藤条太难编了 编的个数多 左边一圈也达不到想要的高度 右边一圈也达不到 这个我才编了十四圈 这个编了十九圈还是那么大一点 太上手了 后面编的还是都用粗的调价 大家编 大家编着也快一些 我这里是编了十九圈了 这个就是最后一圈了 够了我不要了 然后到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上上几个锁扣之类的 固定包口嘛 这个时候我们上呢 是有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已经编好的了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改开 看 嗯 这样子它就开了 然后这里也可以改 你也可以上在第二行 一样的改的方法 我们就上在最后一排 然后这个扣子呢 我们这里把它这样子弄好 它是 它是这样扣过去嘛 所以我们要这样穿 嗯 从这里把它穿进去 穿出来 然后再从这里穿进来 它还是一个完整的填字格 还是一个完整的填字格 然后呢 我们这个锁扣呢 这里就穿好了 但是这里呢 它就 它又没有痕迹露出来 这样呢 既安全又好看啊 好像穿到第一个不适合 我要穿到第二排的 呃 这个大家穿的个素 大家要数它啊 找那个两边对齐的 这个 如果是只穿 只加一个锁扣呢 你就放在 正中间 两个三个呢 你自己看情况 把它穿在第二排 你也可以编的时候去穿 不过编的时候穿呢 容易把它数错 我们就这样 就这样子 全部做好了 你又来穿 锁扣放上去之后呢 我们来进行收尾 收尾部分呢 准备好一根 比包口 围起来 就是围起来一圈 长一节的藤条 把它放在这里 这样放着 然后 这个呢 开头这里 你可以剪一下 不好穿的话 从这个地方 把这些条一圈的 从这个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把这些条一圈的 穿下去 最少呢 穿三个格子 你能穿的多的呢 更好 穿进去把它拉紧 把这些 把多余的条 剪掉就可以了 我们 一圈的穿着下去啊 这个锁扣呢 我又把它放在 最上面这圈了 因为我想起来 还有个收口 它有点高度 好 就这样穿着下去 一圈的穿完就可以 好 我这里呢 就穿三个 然后是 第二根条 穿好呢 它是这样子 第二根 剪一点 穿下去 讲一个有锁扣的地方 有锁扣的地方 你也是正常穿 这个呢 是它张的锁扣的 只不过有点难穿 锁扣它是在这个外面的 它在这个外面 它并想我们穿这个条 我们的条呢 还是这样啊 这个锁扣呢 它是在外面 我们的条还是 这样子 这根过来 这样子从这里 正常的穿着下去 它就是有一点点难穿 它从这里 这个地方 这里这样穿下来 它是可以从这里出来 因为这个是它是在外面的 不影响 我们正常穿就可以 好 大家一把一圈的穿完 把多余的条 全部穿进去之后 它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里呢 我还没有剪啊 大家可以最后来剪 也可以边纹就剪 我呢是最后来剪 好 穿进去之后呢 虽然是穿进去了 但是这样它不稳固 而且不好看 我们还要给它加固一下 再取一根长的条 这个长条呢 是这个开口的 它的周长的六倍啊 记住啊 是它的六倍 然后我们也是认取一个地方 作为开始位置 开头这里呢 我们 这里好穿一点 先从这里穿进去 也是穿上三四个 把它固定一下 好 我们再找到这边这一个 从这里这样穿进来 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这样子 这个作为第一个 然后我们是 进三 退二 进三呢 就是这个不算 一二三 到这里 到这里 找到这个头子 然后这个有一点点长 比较难拉 你一开始呢 慢慢的来 注意不要给它扭起来啊 把它里顺右穿 一二三 从这里穿进去 进三 这就是进三嘛 穿进去 先 一步一步的释放给大家 然后 推二 从这个开始 一二 这里 把它 退回来 好 退回来之后 我们再进三 一直就是进三 推二 进三 推二 一二三 其实就是这个的 下一个 后面你就不用锁了 直接找到这个 再下一个就可以 放进去 从第二个开始 我们的推二呢 和第一个 有一点点不同 我们是采取 压一 挑一的方式 我们本来 推二是 一二 推到这里啊 推到这里 那我们 要压住这一个 这根线过来的 第一个 挑这个 从这里这样 压这个 挑这个 再给它从这个 穿进去 二这里 然后后面的步骤 就是一直 重复这个 直到把一整圈 都撞完就可以了 这里又扭起来了 这里扭起来了 嗯 再来 压一挑一 把它里顺 又穿 把里顺 然后 压这个 挑这一根 挑起来 然后又从这里 沉进去 你不要给它扭起来 它扭起来 它就 从哪里去掉 不行 我先把这个头子 放在这里 你可以这样拉 反而后面的步骤 就是重复 进三推 进三推 然后呢 我们 这个它容易扭呢 我的方法 是这样子的 下一个是这个嘛 你还没有 给它拉出来 你就先把这个 穿进去 然后又这样拉 它就不会扭了 然后 这个速度也很快 就这样一直进去 好把它拉紧 然后 这个是进了三了嘛 推二 然后要压这一根 挑这一根 还没有拉 你就把这个头子这样 这样子 放过来 这样子啊 这样子放过来呢 它不会扭起 这样直接拉 速度也快 就用这个方法 把一圈的撞完 就可以 后面的内部